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12月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孙成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天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宜 孙成你好以及海峡联合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宜和孙成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相信中广的听众朋友和这个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从昨天的特别报道当中都已经知道台湾昨天地方选举的一个大概的结果 那么同时呢就双方的这个特别节目当中也知道了这个台湾地方选举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那么今天呢这个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详细的情形出来了 我们也要请到这个政治的分析的专家 就昨天台湾地方选举对于未来台湾政治形势或者两岸关系的影响来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好谢谢博弈 听众观众朋友呢可以等一会打电话来发表您对这次台湾地方选举 以及马英九两岸政策的看法 我们首先请博弈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 博弈 那么今天在台北呢很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 文化大学广告系的纽泽勋 纽教授到节目当中 那么纽泽勋教授呢对于政治宣传 以及这个政治的如何的来这个促销候选人的这个形象 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与分析 对于这一次选举一些这个双方的两党的这个政治的宣传 也有很深入的了解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纽泽勋 纽教授到节目当中 和华府嘉宾跟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讨论今晚的话题 那么继续请孙城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谢谢博弈 也欢迎纽泽勋教授 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自由时报 驻华盛顿特派员曹宇芬女士 欢迎曹宇芬女士来到海峡论坛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现场讨论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节目 直接向我们的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 下面是您参加我们节目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 请您先拨00801102880 然后再拨866837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先拨打108888 再拨打8668375161 此外通过亚洲三号卫星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广播和电视的听众朋友们 请注意 请您把输入接收器的符号率调整为26.5兆幅秒 其他数据不变 再说一遍 新的符号率是26.5兆幅秒 或者是26500赫兹 谢谢您的关注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 首先想请问在台北的纽泽新教授 在这次选举之后 这一天多来 我们看到很多报道 说是这个国民党呢 选的好像不尽如人意 不太好看 但是呢 我们如何定义这次选举 对国民党来说 它是失败和胜利 还是对民进党来说 是不是大胜 是不是如果有的这样报道说 国民党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大败 您觉得是不是 有些言过其实了呢 或者说您觉得应该怎么 恰当的来定义这次谁胜谁输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这次这个选举很明显 其实民进党他是赢 其实相对来讲的话 国民党他就是输 我们从两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从整个席次来看 其实国民党虽然 难刮了12个席次 但是呢 他丢了宜兰线 然后丢了花莲线 虽然有金门马祖 都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 但就是说 从这个整个的一个席次来看的话 虽然账面上有增加 但是实际的一个 政治上面的一个影响力 或者是整个的一个版图 跟人口数来讲 其实国民党是有消退的 那相对于国民党 民进党他取得了宜兰线 等于就是说 在这整个北部的一个面向 他巩固了自己原来应该有的 一个支撑的一个板面 所以从这个席次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 他多拿了一些 而且这个席次是 关键性的一个宜兰线 我觉得民进党是赢 那就国民党来讲的话 金门马祖他虽然拿到 但是并不显著 那第二个面向 我们可以从得票率来看 国民党这次的一个总得票率 大概是47.8%左右 民进党的得票率 大概是45.32%左右 所以民进党只相对于 国民党来讲的话 其实是少了两个百分点而已 但是我们细部来分析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上次的一个 县市场的一个选举 民进党他的一个得票率 是39%多而已 所以等于是提振六个百分点 基本上把民进党的一个 基本盘面 都已经给推出 推出他们的一个选票出来了 但就国民党相对于 上次四年前的一个 县市场选举来看的话 国民党从51%的一个得票率 降到现今 差不多47.8%的一个得票率来讲的话 其实蓝军的一个选票 基本上有一定程度 萎缩的一种程度 其实很多的一个蓝军选民 他都不愿意来站出来 支持国民党的一个候选人 当然有他的一个原因 就比如说 马英九的一个政绩 其实是平平的 就第二个面向来讲的话 马英九政府所推动的 主要的一个政策 比如说EGFA 两岸经贸协定的一些 架构协定这样的一个政策 或者是开放美国牛肉进口 这样的一种政策的一个措施 都没有办法做很清楚的 一个说服选民的一个动作 所以导致南部的一个选民 对国民党马英九政府 这两个政策 都抱有非常大的一个疑虑 所以我们也看到 就南部的民进党执政县市 他整个选票 得票率又再重新拉高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都是一些值得观察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认为 民进党在这次的选举里面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胜的 那国民党就是摆的 好 谢谢纽教授 我想请问 在华福衍博士的曹一芬女士 刚才纽教授提到EGFA 提到美国进口牛肉 这对台湾来说 都是一个好像在 等于是中央级别的 整个关系到 整个台湾地区的问题 而这次选举是地方选举 而且牵扯到的人口 不过是台湾40% 并不是说全部的选举 所以说能不能把这次 一次地方选举 解释为对马英九 整个国家政策的肯定 或者否定呢 我想第一个 EGFA跟这个牛肉问题 我不认为是 只是中央政策的问题 因为它牵涉到层面 是根本跟地方百姓 息息相关的 包括这个农民的生计 然后EGFA会造成 失业的很多的劳工 是在于基层的 就是可能将来受益的 有很多产业 或者是企业的老板 但是将来可能造成 失业要付上代价的 是一般民众 所以说这个问题 虽然在中央 听起来是个中央的政策 那你包括牛肉好了 很多人对于牛肉安全不安全 这是跟每一个消费者 息息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我们过去来看说 这个是一个地方型的选举 照理说不应该提升到 所谓蓝绿 或是国家定位的层次 可是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当然我刚刚觉得 要补充的一点 就是说 这次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团结的民进党 对抗一个分裂的国民党 很明显的在国民党 很多地方的提名 从一开始初选 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纷争 然后后来呢 又有很多传闻 这个买票啊 会选 所以基本上给民众的感觉 就是回到了过去的国民党 那么民进党回到了 在阿扁时代 这个丑闻之前的 那个民进党 可以看到就是说 陈水扁这个受惠案的 这个效应 已经几乎到了谷底了 可以说看到的是 民进党谷底回升 那他表现的就是说 不但是基本盘 他巩固下来了 而且拿到马英九执政 这一年以来 可能对于很多政策 开始表现不满意 或者是有疑虑的 我相信在一年多以前 投票给国民党的 很多给马英九的选民 期待的是一个经济问题的改革 可是在这一年当中 其实跟美国的选举很像 就是说 大家没有在经济上看到 很显著的改变 这一点我想对于 不是只是中央 在地方一样 造成很多民众的期待 我想很快的再追问一个 即使是如此的话 但是国民党的得票率 还是比民进党多 而且比如说在关键的